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许多人知道康熙字典 它创造了中国字典史上的许多第一 第一部观修字典 第一部使用字典的这一科学概念的工具书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是中国收字最多的字典等等 但您知道康熙字典是谁主编的吗 是张玉书和陈廷靖 张玉书在担任总阅官一年以后 因病去世 主编字典的重任就落在了陈廷靖一个人身上 从此陈廷靖拖着老弱的身躯 偶心沥血 为这部大型字书的编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这段时间里 究竟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清康熙五十年也就是公元1711年的四月 春暖花开 紫禁城五音殿的左右廊坊里 编转书记的大臣们正忙碌着 这些埋头书堆的人全然忘了外面的美好景色 也忘了周遭的一切 突然一阵沙哑的声音由远而近 皇上驾到 大家连忙起身 在地上哗啦啦跪成一片 只见康熙皇帝大步走进来 示意大家回到原位 他说 诸位爱卿辛苦了 朕来看看字典编得如何 康熙皇帝夺着步 看着每个人工作 不一会儿他站住了 他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这就是陈廷靖 陈廷靖此时已七十多岁 头发花白 面前书桌上摆着厚厚一摞书稿 上面的字迹仍然像往常一样 浑厚有力 一丝不苟 看着这位年耐的字典总月官 康熙皇帝想起了什么 他走到陈廷靖面前说 老爱卿 你随朕这么多年 勤勤恳恳 忠贞未夺 朕舍不得你 前一段朕送你的 春归桥木农音帽 秋到黄花晚节香 和五亭山村几个字 你可喜欢啊 陈廷靖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跪下回答道 陈已起归退休 皇上心里还记挂着老陈 老陈纵使干脑徒弟 也报答不够啊 臣一定尽心尽力编转字典 还要把皇上赐的这些字 乐持刻碑 让子子孙孙记着皇上的恩德 康熙皇帝扶起陈廷靖 君臣之间暖意融融 感动着周围的一切 康熙皇帝赐给陈廷靖的对联 和五亭山村这四个字呢 如今高高的悬挂在 陈廷靖的故居 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 据说呀 康熙皇帝写完这些字以后 说道 自此不与人写字以 可见 陈廷靖在康熙皇帝的心目中 有多么的重要 那么康熙皇帝写的这幅对联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他与陈廷靖主编字典之间 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春归桥木农荫茂 秋到黄花晚节香 是北宋明晨韩奇写的一句诗 意思是春天的桥木枝繁叶茂 可以作为冻梁之彩 秋天的菊花芬芳富裕 沁人心提 用这句诗来形容陈廷靖 其实是说他自始至终 对朝廷忠心耿耿 不仅是国家的能臣干将 而且满腹才华 老有所为 陈廷靖本名陈靖 他二十岁的时候 高中进士 入了汉林 同时靠入汉林的还有三十一人 巧合的是 在这三十一个人中间 有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 只不过祖籍是顺天府通州 人们为了区分他们两个 就分别称通州陈靖和泽州陈靖 泽州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 晋城市 陈靖的故乡就在其管辖范围内 泽州陈靖在汉林院学习满门 刻苦努力 进步很快 而通州陈靖则懈怠 不禁反退 当时的皇帝是顺志 他看到泽州陈靖是个可造之才 就答应了陈靖的请求 赐他一个亭字 从此 陈靖就改名陈廷靖 他的诸多兄弟们 也在名字中间加了一个亭字 皇帝赐名的故事传播开来 朝中许多人知道了陈廷靖 而一些文坛名士 也开始注意陈廷靖 王世珍和汪婉 就是其中的两个 他们后来常与陈廷靖 诗歌唱和 成为终生的朋友 陈廷靖也把他们推荐给 康熙皇帝得到重用 据说 王世珍被皇帝召见的时候 陈廷靖还当了一回陪考 这是怎么回事呢 陈廷靖的诗受到了 康熙皇帝的赏识 康熙皇帝对陈廷靖的诗 评价很高 有一次他让陈廷靖 推荐朝中写诗好的人 陈廷靖就推荐了王世珍 康熙皇帝就让陈廷靖带着王世珍 拿着各自的诗到宫里头去借康熙皇帝 然后康熙皇帝就出了两道题 让陈廷靖和王世珍来作诗 实际上是对他两个人来进行考试 在考试的时候 陈廷靖很快就写出了他的题目 而王世珍呢 他虽然是当时已经很明确的诗 但是他写这一首诗的时候 反常戒难 已经到了世界 他还写不出来 当时接口的就是那个张英 张英呢是一个心地反常善良的人 他看到那个王世珍 他抓耳脑塞地写不下了这一首诗 所以张英就改快 悄悄地写了这一首诗 就递格了这个王世珍 王世珍才拿着他张英这一首诗诗 才没想交了诀 交了诀以后 当那个诗成一个康熙皇帝的时候 康熙皇帝就要说 我看这时候是向秦的手臂 说王世珍是一个很明确的诗人 为什么就和你的考量差不多 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 城南雅籍图 见证了陈廷靖 与王世珍 徐前学 王又淡 汪茂林等门人相聚的情景 据记载 这次相聚他们五人判了二十年 可见陈廷靖的骄游之广 陈廷靖的诗文虽然没有王世珍和汪婉的名气大 但在当时评价很高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这样评价陈廷靖 文章肃老 人望所归 说他像唐玄宗时期的名臣张月 苏廷一样 是举国上下公认的大手笔 声望很高 如此看来 康熙皇帝用吞龟桥木浓阴帽 秋道黄花晚节香来形容陈廷靖 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作为大手笔的陈廷靖 究竟有哪些文学成就呢 这文化这方面的公寓 他对康熙皇帝来说 他起的作用是相当大 陈廷靖一生参与编撰的书籍很多 主要有十几部 比如大清一统制 名史 佩文韵府 康熙字典等 而他在其中担任的 大多是总阅官 总裁官等重要职务 佩文韵府是一部词典 他对成语 典故 以及一般词语的用法 做了详细解释 而康熙字典教人们认字 他直接以皇帝年号来命名 不见康熙皇帝对他的重视 这部书对后世字典的影响 也非常深远 康熙字典的编撰 从公元1710年开始 1716年完成 历时六年 最初张玉书和陈廷靖 共同担任总阅官 组建了一个三十多人的编修队伍 这三十多人中 就有陈廷靖的三儿子陈壮吕 父子同编一点 在当时成为美坛 那么陈廷靖与陈壮吕 在编字典的时候 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在陈廷靖的故居 有一座南书院 清朝时的陈氏子孙们就在这里背诵经时 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 三百年前 陈廷靖从这里开始走到了天子身边 而他的儿子们同样如此 陈廷靖的二儿子和三儿子都是汉林出身 尤其是三儿子陈壮吕 在学识上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壮吕入汉林的时候只有十八岁 很快就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 陪康熙皇帝读书 后来他又被选中编修康熙字典 事业蒸蒸日煞 就在这个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影响了他的前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康熙字典开始编转的那一年 陈壮吕奉旨到南越恒山祭祀 他绕道而行骚扰地方 被地方官员弹劾 康熙皇帝因此罢免了 陈壮吕试讲学士的官职 让他专职编修 身为大学士的陈廷靖 并没有为儿子求情 而是把儿子叫过来 狠狠地斥责了一顿 要他借教借造专心编书 从此陈壮吕一心辅助父亲 将康熙字典编转完成 遗憾的是 陈廷靖没有见到字典编长的那一天 就因病去世 他为后人留下的这一瑰宝 让人们永远纪念 陈廷靖的文学才华 在沉寂三百年之后 正被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识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保档案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